重点我讲什么呢 就命理学而言 做出哪几点入手 我认为人家说 健康唯一后头的都是唯良 健康是第一位的 比如说九十年代后期 在北京我知道 好几多明星都选择泡妇产 当然他们有他们的目的 第一他相信泡妇产能找个好的时间 使小孩更要出去 也有的为了保持体型 也有的为了 怎么说呢 等等吧 那你给人选泡妇产 他对原则是什么 还有 对小孩的判断 原则是什么 你首先选泡妇产 第一要健康 明白吗 第二不能给六七发生冲突 第三要聪明 得有一个高学历 第四要方向要说准 就你想 成长就有找我的 然也不当归 然就是做生意的 主币是做生意 你就给我选的日子 就叫小孩做生意顺利 那他想法不一样的 那那一些电影明星的肯定喜欢 那当然 中国人在这个历朝历代都强调一个 官本位主义嘛 那一当官就贵了 哎呀多数日子 那当官吧 那选个这日子 但是也有的 哎呀要他自称父母之夜啊 我是高演义的 也叫他成爱 哎呀也走这条路 那要看时尚啊 等等吧 那为小孩看 这一方向 当然也要看财和官 我刚才说了身体健康是第一位的 明白吗 哎呀其实呀 在这里我给大家普及一下 这是很好看的 健康 我以一个实例给大家说一下 你比如说这个 命盘吧 叫 物臣鬼害丁害一事 那你这个命盘 你看到有啥特点 是不是冬天 是不是要用冰火太阳暖觉 那冰火太阳 那冰火太阳 双氏冲了 双氦冲了射了 双氦冲了射了 怎么 这不是腿部啊 膀胱啊 蓝壳啊 这是下体 这是下肢体的 毛病 血液循环系统啊 这不服 它俩不但是服饮而去自行 黑水为什么 为冰水 明白吗 这关啥又突出 这是啥啊 血液循环系统 是不是要有毛病啊 糖尿病啊 另外 封氏性 光节炎 这不是下肢吗 蓝磕 那你看那个 物贵 荷尔不化 鬼水直接磕了 冰火 鬼水是什么 肾 冰火是什么 心脏 这叫心肾不骄 这不一切病都来了吗 这就是上肱之胃病 另外你看上腕 在头部吧 这是头部 容易受伤吗 明白吗 头部一流伤疤 这是啥 年轻时候 这不是0到17岁吗 所以它有工位的 那你比如说 你给人家选这样的 对不合适啊 首先你健康存在的隐患 为什么老中医一把脉 好的老中医叫上肱之胃病 这是扁券吧 一切还工 哎呀大王 你这可有病了 他说我一顿吃了吗 凉斗小米的 有什么病 第二次又见他 你病如什么肌理了 不太好看了 快再弄吗 还是不相信 第三次 我扁券跑了吗 吓跑了 我看不好了 已经到了内脏了 不是有这个 好像是个真实故事吧 这就是上肱之胃病 明白吗 还有 大家始终不明白 所以 那都想求个高学历 那高学历 学历看什么 它有意义的关系 明白吗 这个学历 跟考学不一样 这考学一般学生 都学的差不多 都一个师父 那为什么有的 考北大清华 有的名落孙三呢 考试看师生 那一年 他是管考试的 当然 文长青文区青 也要参考 他这都不一样的 那是不是印旺 我就会学历高啊 不是那样的 那你要谁旺 那印还反为记呢 那还得用材来寻印 那你学历才能高 另外 那视野看什么 一般视野参考观察 明白吗 他说财运 那人为财使吗 这个财运呢 看什么 有的人 认为 哎呀我这个 命盘里的话 没有财 没财看师生 财是分四个等级的 那你要真实 四个等级怎么分的 以观察为财的 要观察财 我生亡 我就得要用它 这是最高层次的 第二时尚第二层次 第三层次 开始看你 食神当中的财啊 偏财啊 正财啊 那最低层次的呢 看印啊 他就是那么简单 你认为 他没有多复杂 你那个江湖 我说是 他 他一讲 押韵合则的 那没有 没有啥意义 好 今天我就 就给大家讲这些